这里就相当安静 但是有时候也会吵 因为这边临了马路 但是可能你把家里的门或者窗户关上就会好一些 挺安静的 因为你看那边就从这边望出去 里面就是山了 好羡慕有山的地方 你羡慕有山的地方 那你最高的就是坟头 就是华北行业 这个话说得真好啊 那你们那边是没有山丘的吗 真的 我不在荡山 我在永桥 荡山可能有吧 但是我也没去过 没去过荡山 因为是已经完全偏北方了 那就是北方 对 就已经是很北了 所以就 那我去北方 人家还是觉得我是南方 对啊 他们都认知安徽就是跟包括像江苏 其实江苏徐州也非常的北 对啊 但不 他们也觉得徐州也算是北方 哦对 因为 但是你想我以前的认知都是我觉得整个江苏都是南方的 我也觉得整个江苏都是南方的 对吧 就是不会有这种 可能就是自己人 对啊 他们都觉得自己是北方人呢 嗯 徐州精力很强 我们是徐州的小弟 你们是不是跟徐州靠的挺近的 对啊 小弟 巴结的徐州 嗯 安徽不多是吗 你看马安山靠着南京 那个 还有那个也 也不也靠着南京吗 嗯 嗯 嗯 希望徐州 是我们最想的 哈哈哈 你们要脱离安徽呀 哈哈哈 不知道何为他想不到四周 哈哈哈 那你也可以考虑是徐州咧 离家还近 对啊 我没去过徐州 如果是孩子 你可以去体验一下 徐州还有地暖呢 因为徐州和我们也是 你我一样 嗯 你我一样 什么一样 是的 我说话一样 哦 他们都说 疼吗 嗯 不疼 哦 其实徐州一直想要 休息 他也要扩往这边扩一点 就想 就想南京鞋上马上 嗯 有地盘扩张谁都想要嘛 是的 就在街上嘛 然后 因为 已经换了 要死一样 好像没死 死一样嘛 嗯 但是现在肯定不会轻易的更改这种 肯定不能啊 至少当然不行 嗯 疼吗 嗯 不能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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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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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til 等等到 嗯 不错 有大 不错 不错 真的 这感觉 之前因为每个地方安徽能有的特产不多 不多 真不多 安徽 其实我觉得烫面很好吃 烫面 烫面 就是把面给烫熟 但这个是什么地方的吃法 就是我们那边 就是宿州的吗 宿州 华北 嗯 我感觉好像 你看 河飞其实也没有这个 河飞 河飞有面皮 河飞也不怎么吃面 我感觉 真的好难吃啊 河飞不怎么吃面对吧 还好吧 就是 你看 其实要往府洋那边去了 就开始吃这种面食了 嗯 还有薄粥啊 感觉薄粥那边就已经 可能你们吃 是会吃面食嘛 我们吃就是 怎么说呢 其实我这一代就已经很难方化了 嗯 就是明明都吃 但是我妈那一代 就真的一天三顿都吃面 哦 都是难道 嗯 因为你想我 我那个 研究生的时候 同学就是 他是 薄粥的嘛 他们就是已经完全是 吃那个面食了 馒头这些 嗯 就是 因为他们跟你们 应该是差不多北的吧 对 疼吗 嗯 然后 但合肥这边 其实还是属于淮南的 是的 然后 然后你看 辅养 辅养比较处理就是卷膜 还有格拉条 啊对 格拉条 我吃过一次 就是在 哇 那个 那个叫什么 就是东 小小小小 那个 小西门 对小西门 那边有一个店 然后有一个同学 带我去吃 我第一次吃格拉条 我没吃过格拉条 我没吃过格拉条 有点太硬了 可能是我适应不了 他那种 哦 我也没吃过 我们那边 不吃格拉条 嗯 不做格拉条 就是他有点 我感觉可能真的是 这种就是 真的有点 就是 特色的东西 还是就是可能 他们那边的人吃这种 口感 像我就吃不太惯 嗯 我估计也是 我喜欢吃软 那你们宿州有烧烤吗 宿州没有 宿州的特色 嗯 宿州有个地方叫 奴隶奴隶的烧烤 还挺好吃的 因为我想说 你们跟徐州好 因为徐州不是烧烤 挺那个的嘛 宿州 就那个地方 烧烤挺好 那徐州也是吃面是吗 嗯 一样的 我还以为徐州是吃米饭的 徐州吃面 吃面 吃面 哦 那你们那边洗也吃辣吧 吃辣 喝辣了 对 中油 中油 中辣 是的 我就感觉你们那边 其实还不太一样 就是安妃你看 其实安妃 我说合肥是不怎么吃辣的 有感觉 合肥带着它咸 就是咸 就是很咸 但是不怎么辣 合肥带咸 还好它不辣 嗯 就是不怎么辣 但是我觉得真的它是有点咸的 嗯 合肥带好咸 比我们那还咸的 嗯 我第一次喝那个去那个老乡鸡的时候吃 我就感觉 我的天哪 它那汤怎么那么咸呢 那我们那是错了 老乡鸡是现在变难吃了 它以前还咸 以前 老乡鸡我们那边有分力 它真是 怎么说呢 合肥打过出去的一个 他们每家店和平空都不太一样 嗯 很容易才累 疼吗 不疼 你疼了 我脚好了 嗯 嗯 这个要比上个老乡 有好多小碎屑 可能是太干了 合肥 嗯 那合肥感觉也没什么特色 我们喜欢去吃那个叫什么 诶 芦州太太 嗯 那家店 芦州太太 相对挺好吃的 对 就是爽云又实惠又好吃的那种了 是的 对吧 嗯 现在也没什么好吃的 早都吃了 哈哈 你们经常 你在你在那个就经常出去跟室友一起去吃吗 哦 我们现在都 都 愁得要死 要吃什么 食堂是因为太不好吃了 对吧 哦 然后他整家大概四年不变 哪有菜不变的食堂 是的 他每天如一日的一样的菜 是的 一年如一日的一样的菜 是吧 你说我高中的时候 人家每天都会变一下 对 就是每天会菜式不一样 他真的是每天都一样的菜 每一天都一样的菜 就是我觉得那个厨师不用动脑子 反正我就定 我 而且他的菜式也不是很多 就那么一点点 他就每天就不用动脑子 反正我每天都是做这些菜 每天就买这些菜 他还每天每学习都涨自家 还涨价 现在又涨价了 涨了呀 那就真的是 不好吃 不好吃 最好吃的挺好吃的 也不行 对呀 关键是他真的从来不变 那我那时候在学校也天天愁呢 不知道吃什么 虽然他有那么多食堂 一个都俘获不了我 真的 真不好吃 你看那个时候我们大学 我那个大学就是 他是那种属于大饭菜的那个窗口 一排过去 二十几个菜 三十几个菜 你根本就 你有很多可以挑的 而且他还会经常会出不一样的菜 他虽然一 不是在江西嘛 然后呢做的又好吃 而且他分了这种 比如说他一楼是这种比较清淡的 不比较重口味的 二楼就是比较清淡的那种 但是都有很多的选择 就是你可以去 去选择 不会说 我每天都完全不知道吃什么 是的 所以我当时去到 你们学校的时候 我就觉得 哇天哪 这个学校食堂也太难吃了吧 是的 谁也没想到 除了他第一位置好一些 对吧 出门是挺方便的 包括逛街啊 都挺方便的 对 就因为那个我都很少去步行街那边 感觉步行街也是那样 对 没什么可逛的 是 主要是我们学校附近 所以你说 他说 当时没有疫情的时候 诶 现在小戏门开了吗 开了 开了吧 开了好多时间 现在东门也开着了吧 哦 就是他 他那个时候说 解封了之后 全部都开了 嗯 大三下都开了 大三下 嗯 嗯 嗯 然后 感觉 因为我们没解封之前 没封之前嘛 就是那个小西门 每天晚上超级多人 哦 现在也挺多人 对啊 因为学校那么难吃 想想 那些人肯定都出去吃啊 现在开小西门也好难吃 感觉可能也很多都变了 以前我记得有一个什么 李大爷 饼 爸爸 是什么 现在还有 他们家还是好多人吗 他涨价了 他涨价了 他一直在涨价 他涨到八块钱 还是九块钱 天呐 那也太贵了吧 嗯 他以前是六块还是多少 他早都涨了 涨了好贵 六块还是七块 过来的 贪心死了 之前他生意真的蛮好的 就是 每天都有好多人在他那陪对 他做做饼 现在我都忘记了 现在回念 但我今年 去年五月份 我也回了一趟 学校 合肥 对合肥 本来前两天 我们导师邀请我们回去 95周年吗 就是 不是 就是 邀请我们回去聚嘛 就是 他所有的学生嘛 在那两天刚好 有事了 就没回去 现在宿舍那些也没有变吧 没有 就那多那样 在我们宿舍浴室要装修 哎 你还住几栋 四栋那里 不是 三栋 二栋 九栋 八栋 是在那个什么红房子那边吗 对 我那个是不是最 最不好的宿舍 嗯 那个还行 我们旁边那个才不好 是 那个旁边那个是叫几栋来的 一栋吧 我不在 我在校医院 你在校医院那里的 是的 那红房子那边的那个是最差的 一栋 一栋还是二栋 二栋 反正那里 连窗户都没有 是的 就是没有完全 你们那还是有阳台的吧 嗯 我们有阳台 对啊 它那里连阳台都没有 救命呢 就是感觉 那个床就顶到了窗户 他们也没有任何可以晾衣服的地方 是的 下雨还要收衣服 是的 关键是 毫无隐私可言呢 是的 对对对 而且那个旁边又拎着马路 旁边呢 你说的就是冬月旁边那个 不是不是 不是冬月旁边 就是 那个叫什么 西院 西院 西院对面的那一栋 那两栋是吗 对 那两栋现在变成女研究生了 啊 变成女研究生宿舍楼了 是啊 那么差的条件 是的 小栋 天呐 救命的 那99栋呢 99栋 应该 现在变成二栋 二栋了 就是冬月旁边 右边的那个 对啊 右边的东门旁边那个 所以我们以前是八栋 现在变成九栋 那二栋的话 它 它还是给研究生住吗 啊 是啊 那 现在 如果有一个学系 就这样 嗯 那 现在校外还有很多人住吗 有啊 不然也住不下咯 嗯 它有好多都四改六 嗯 我那个有个校外的同学 嗯 他 他就四改六 四改六 在校外 在校外 是的 其实校外本身四 四轮的就不大 还四改六 哦 真是真行 哎 我觉得四改六也是窒息啊 因为我觉得那今天我们男生厨师十二栋 他跟那个六人一起挺好的 就是大空间大一些 对吧 就很大 他们那个宿舍真的很大 嗯 嗯 就在别人了 嗯 是的 反而是他们的男生条件要好一些 嗯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女生的人太多了 没地方住了 本身我们学校就是女生多呀 哦 是的 男生你看有几栋是男生宿舍 没有啊 校内大部分都是女生 对对对对 不行 他们还是男的学习不行 哈哈哈 你从本科研究生都能看出来 嗯 我经历了 我从大一到大四 我那个对面聊都 嗯 一开始是聊都男的 嗯 后来变成一半男的 一半女的 还这么住吗 然后最后一年 聊都都变成女的了 天哪 那他是一半楼层是男的 一半楼层是女吗 就是一栋楼是男的嘛 一栋楼是女的 哦 这样 中间中间他修一个铁站了 哦 好吧 然后最后一年就纪念了 他们拿个站来给拆了 然后变成了全部女生 是 估计男生也很窒息 因为老要搬家 嗯 他们毕业了 哦 毕业了 第一年他们不是大四了嘛 嗯 那他们走了 然后我大大三的时候 他们是专属嘛 就要 然后这样走 然后全部干涉了 哎 也挺惨的 我住的那里也有一半是你的研究生 嗯 他们今天就严散了 而且现在研究生也招了好多啊 都不够住的 他招那么多干什么呢 招那么多研究生又不值钱 哈哈哈 但是招研究生绝费贵 但是研究生讲运气又挺多 也没 但是这个可能也是为了顺应 这种教育发展嘛 就是觉得 因为前 应该现在很多学校也都在扩招研究生嘛 就 因为 都是以 比如说这个学校有多少研究生 多少博士啊这种 对 而且近年他们 他 我同学说 保研的 比例还上升了 嗯 疼吗 嗯 有一点点 保研的比例上升了 你看 考研的人不就少 名额就少 对啊 好疼 现在留给考研的人越来越少了 太疼 以前考研可不好考了 嗯 以前要好一些 你看 就自从我们那一届开始就是 急剧上升 然后到了 后面疫情 就更更上升了 19届 对 哦 19届还是比较简单 什么时候都是命啊 谁也没有想到 但想想现在疫情都过去了 嗯 那过去怎么就好 嗯 就在此之前 谁也没想到你会被封在学校里 对吧 嗯 那时候安能怀管那么严格 难死 就是 就是到处都给你围着 我想到 通报匹零 嗯 对的 而且他把那个东门给封掉 嗯 只留那个大门 嗯 因为那个东门是离地铁站最近的 好 当然 嗯 哦 跟 离我都差不多 其实 哦对 因为你们那边要走的话 其实都差不多 所以他就留了一个大门嘛 现在那个大门他有没有修一下 修得宏伟一点的 梅娜 我被人说 那个校长 嗯 我认为我们老师 修学校嘛 嗯 我们老师可爱 拿梅娜一代目 他说你们不懂 这 这叫什么 这叫曲折 这叫什么 南门那一段 嗯 就是 你说他校外还是校内啊 就是南门到那个 那个楼 哦 哦哦 那一段是满直 他因为两旁有 那个什么 那个梧桐树嘛 但其实他不是直的 他中间拐了个弯 嗯 你从南门 看不到那个楼 他中间不是刚好有个花坛嘛 他挡住了 那条木就是什么 那条木就是什么 他就说就是要这个效果 他说这个美很好 就是和什么 秦政楼的风格是统一的 哦 就是都是那么怀旧 莫古是吗 就是 仿照苏世间 那个秦政楼真的 我觉得安诺 就是我们学校里面 很多都是那种旧旧的 哦 要么怎么成为 上面哪个虎哥 他哪个电视 嗯 不就是在安诺拍摄 嗯 县尾大院吧 有一部分取景 我没看 我也没看 但当时看到了那种 别人在朋友圈发的那种 感觉太尴尬了 我也觉得 哈哈哈哈 就是一看我们学校就很 破旧 不然怎么会被取为这种 年代题材的 取景呢 是啊 而且还是在行政楼取的 行政楼 其实还怪我看的 我觉得他其他楼还 还没想